女主播下午茶 陈雅玲小心机 KO方念华 欢迎您来到最前线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雅玲 不同台不同框 苹果竟然从空捕获 野生女主播方念华和陈雅玲 读者爆料 两位资深主播约吃下午茶 都在文风感至 方念华已豪气买单 他们TPBS同事过 续就是续不完腻 毕竟是靠嘴巴吃饭底 画家一开就回不去了 陈主播有点小心机 一身粉红妆和完整妆容 旁边方念华相行大声要了 两人离开餐厅后走向taxi 陈雅玲有事先走 接日占有方念华还帮忙关车门 好贴心啊 只见陈雅玲搭着小黄 一路开往内湖 到他跳槽的新公司一店市 原来是要上班 难怪大农庄 农庄的陈楚波气场强大 连路人都忍不住回头看一眼呢 娱乐动新闻 阿舅在B公司对面 狗仔真是舍尽求远 报答 网진雅玲 字幕志愿者 杨玲